大家好,我是明熊爸爸 哈囉,我是美娟 好,我要介紹一下我們家的成員 這位是韋哥 這位是雲妹 等一下我們要來錄製我們家的生物見證的故事喔 嗯 媽媽 上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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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我真心意 喂,美珍 喂,好姨 還好嗎 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宗教性社团 在那时候也认识了美增 所以我们在宗教上有20年的经验 生活都蛮顺遂的 工作也都很顺利 在我们30岁的时候 韦哥出生了 那一直到小孩子 大概2岁多到3岁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我的孩子怎么在语言上慢这么多 在大动作上面也是慢很多 我大姑就带他去张机做发展评估 一开始医生就觉得这样的奇怪 医生就跟我大姑讲说 他这个不是只是发展迟缓 怀疑他是年多糖处急症的罕见疾病 什么是年多糖罕见疾病 我立刻把我手机拿起来滑了一下 我当场真的是撒住 我觉得那是我们人生第一个背叛时期 我整个心都凉掉了 我小孩不是只是发展迟缓 什么医生立刻当下就给我们下一个这么严重的诊断 当时的我们是非常的着急 我们要去追他含症的原因 然后也透过宗教力量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给韦哥 经过一个月之后发现 原来是张机误诊 之后我们就开始带着韦哥一直做复见 随着云妹也出生了 云妹也在两岁半的时候被判定为发展迟缓 民雄他每天都很晚下班 那基本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照顾两个孩子 那在当时我其实即便是在家里我也都没有办法放松 就是会产生很多的亲子冲突 那一段情况是我们家生活中最混乱最糟糕的时候 不是只有亲子冲突 就是连我们夫妻关系其实也都非常的紧张 我都会觉得说所有的照顾压力全在我身上 所以当时心里有很多的苦读跟抱怨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跟谁说 一直到很生气 有一个居服大姐她是一个基督徒 在照顾我孩子的时候 她会放诗歌给我孩子听 接着后面服务的居服人员也很奇妙 又是一个基督徒 在她服务的过程中 她就是还蛮常陪伴我跟我聊天 我是美珍的居服人员 初次见面美珍很笑脸迎人 但是让我看见了美珍淋淋是很忧伤很丑乎不知所措 美珍她真的是需要有一位神来帮助她 我也看到了美珍她想要改变 她想要突破家庭当中里面的一个重荡 就是因为她都可以看见我们家很混乱的情况 那阿姨也时常帮我们家祷告 有一次她就跟我说 我可以试着跟神祷告 但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祷告 那个居服还就跟我说 其实祷告就像你很自然而然的 跟你天上的一位爸爸在讲你的行事 那我听完居服还这样跟我讲之后 其实我觉得我心里的那个心情就很放松 我就尝试着跟她所跟我讲的那一位天上的父亲说话 我即使不知道这位上帝有没有听见我的祷告 但是我每次透过跟上帝讲话 我觉得我心里有很大的伤痛被治疗了 神真的真的很爱这个家庭 所以我不断不断的来鼓励美珍 不要放弃把你所担心害怕的都交给主 主是给你平安 必定会给你开一条道路 我最后终于忍不住 我把她拖上摩托车 然后就骑着车到学校 我立刻转身就骑走 我真的是整个心里面的委屈 痛苦都涌上来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是边骑车边大哭 在我骑车的时候 我电话就是响起来 但我也没有想要停下来接电话 但纳通电话真的响很久 我后来决定停在路边 我就看手机 怎么是这个时间点 我的巨头还打电话给我 在有一天的早晨 我在上班的途中 我的两行的眼泪 像那个自来水一样的就滑落下来 圣灵就很快速的进到我的灵里面 给我一个影像 美珍在那边哭 哭得非常非常的难过 我就慢慢的将车子停在路边 就赶快的打个电话给美珍 喂 美珍 喂 阿姨 你还好吗 因为阿姨现在在上班在骑摩托车 因为阿姨刚刚就是突然的就是一直流眼泪 一直流眼泪 那圣灵也一直催逼阿姨要真的是停下车来打电话给你来安慰 我没事 我等一下回去再打给你 没事我就放心了 那阿姨要持续的也为你祷告 那你自己也是一样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伤心的事 你自己要一样要继续的祷告 这样好不好 好 好 阿姨拜拜 拜拜 我一回到家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立刻跪下来 我就非常感动 我说华上帝原来 你真的是都有听见我的祷告 就是当我呼求你的时候 你真的都有听见 而且在这么多人的当中 你真的是有在乎我的需要 不要你也看见我的需要 当初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 也有举办过营队 我也想说去参加看看基督教的营队 是不是跟我们的营队也有不一样 我在特营的时候看到福岛 他是跪着跟伟哥讲话 伟哥走到哪里 福岛就跪着走到哪里 伟哥很喜欢上步 福岛就牵着伟哥在走廊一直上步 在这个大家看起来不要的孩子身上 在辅导身上我看得到他的完全 辅导以耶稣的爱 天堂规格的爱来爱孩子 这是我在特营的看见 在营会当中 我也很深受一段话的感动 有人问耶稣说 拉比这人生来瞎眼 是这人犯了罪呢 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 那耶稣就回答他的门徒说 不是这人犯的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 是要在这人身上显明他的作为 当下真的是很感动 因为从以前我们一直被关注说 我们的孩子他就是我们罪孽的因果 这样子 那我当下听到这一段 景魂我很感动的是 原来我们的小孩 他们不是咒诅 他们真的是一个祝福 我们进行了全基因的检查 医生跟我们说 他确实是一个罕见疾病 叫盐藻糖除脊症 我们这个罕病就是极少见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罕病呢 他是可以透过干细胞移植 来得到一个治疗 我当时听到 即便这个干细胞移植的风险 达到20% 我们立刻决定要让孩子进行干细胞移植 在孩子手术之前 宝贝班也开始录制了 为孩子们加油打气的影片 伟哥与妹在住院的作战期间 其实我内心是很艰劳 因为刚好遇到COVID-19三级 然后伟哥与妹做干细胞移植 只能有一位家长做陪同 感谢美臣这半年 整整在医院超过半年 陪伴这两个孩子 度过最煎熬的这一段 在维哥医植后段 嗯 老说爸爸我没办法陪伴你 可是 我很认真的在想尽任何办法要救你 我就会去打听 哪个庙有在办法会我就去捐款 难道阿公阿妈也都到处去求神问佛 我每天在睡觉前我就不断的送金 送完一遍我就花一盒 送完一遍我就花一盒 可是伟哥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一直到后面都有血便 我很怕医生打给我 说你孩子感染走了 我很怕医生打给我说你孩子 气管衰竭走了 有可能就是一通电话 我的孩子就走了 当下我心很急 原来我一直都没有准备好 在面对我孩子有生命为行的时候 我是那么的无助 当下我就做了第一次祷告 而且是很纯通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将孩子交托在你手上 我不再跟育伟的医疗拉扯 我不再跟孩子的种种的用药拉扯 我把孩子的生命交托在你手上 就这样交托我跟每人一样 我有了品安 我不再去送金 不再去追求因果 因为当时余妹其实他算是很顺利 45天就出院 我就跟上帝祷告说 你怎么样带领余妹出院 你应该也可以这样顺利的 带你为歌出院 所以我当时的祷告 都是一直用我想要的方式 跟上帝祷告 我就跟上帝下一个期限 上帝我希望我可以在 哪一个日期之前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出院 但是每一次的这种祷告 都是失望的 有一天晚上 我一哥又因为拉血便 痛到哭闹然后醒来 他就是两个小时就拉一只血便 然后痛哭 那他全身就是起船水中 我觉得那样子的日子 对我来讲 我真的是太煎熬 我撑不下去 我没有办法看着我的孩子在医院里面 天天忍受这种病痛的折磨 好没事没事 好妈妈知道 妈妈知道你现在很辛苦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 好好 没事没事加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求祢来帮助我们 主啊 求祢帮助孩子 因为他现在很痛苦 主啊 我再也没有办法承受看到孩子 忍受病痛的折磨 主耶稣 我的身心已经太疲惫了 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 我看不到前方的镜头 主啊 如果这是祢的旨意 求祢将我的孩子带助吧 我愿意顺服祢 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我放下我心中很大的一块石头 我觉得我孩子生命的主权 我都交托在主祢的手上 我就顺服祢 就这样奇迹发生了 维哥慢慢的开始喝一点水 喝一点蔬果汁 靠着打营养针 我们把伟哥带回家过年 就这样慢慢慢慢的伟哥恢复正常 我们有盼望 我们知道在危急的时候 祷告 我们的神会垂体 真的感谢神 在欲为的这108天 从无法走出病房 一直到现在很健康的康复 我们的神真的是大人的神 是息在金在勇在的神 在伟哥跟云妹做完干细胞移植之后 我们知道他的生命已经更新了 我跟美真也有一直在想着 他们小朋友的生命可以更新 那我们的灵命也要更新 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在复活节受洗 因为在基督里 就是已过凡事已成新的 以往我们拜佛 都是因为因果业力 目前我们信了耶稣 凡事都只有光 只有真理 我们不在黑暗中行走 我们在光里行走 我们在信主过后的生活 其实就是跟我们平日的生活 没什么两样 并不会就让我们变得大富大贵 一帆风顺 但是我觉得 信主以后的生活 我比较能够将我的目光 就是放在主耶稣身上 我在面对亲子冲突 跟孩子一些情绪的问题的时候 我会让我自己有比较多的时间 跟耶稣对话 我觉得那是一种 他安抚我情绪的方式 利用祷告 电经在耶稣的身上 你就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好像 也没有想象的 那么样的讨厌这样子 我们的画布从七彩的变成黑色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个转变 一直到我现在 我知道特尔斯那把钥匙 谢谢耶稣把我们的画布染成了黑色 在黑色中间我们看到一束光 那一束光就是神 就是真理 谢谢耶稣在我们身上做了那么大的功 谢谢这位信实 而且就活在我们心里面的神 当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走到一个绝望 你真的不要忘记 有一位神 祂是真的很爱你 而且祂愿意敞开祂的怀抱来拥抱你 而且祂爱你 祂就会爱你到底 这位神祂是真实的存在的 只要你愿意开始相信 让祂走入你的生命中 你的生命就会开始翻转 出现奇迹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